我们今天聊聊一个超级酷的天体发现,他的名字叫做奥默默,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从科幻小说里跳出来的一样。 在夏威夷语,奥默默的意思是仙探者,就像是宇宙中的勇敢探险家,不同的地方给他起了不同的名字,比如香港叫他首使星,台湾叫他赤后星,而中国大陆就用奥默默这个好听又神秘的名字。 这个名字里,奥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莫就像是远方来的未知信使。 奥默默特别的地方在于,他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的来自太阳系外的客人。 想象一下,这不就像是遥远星系的朋友拜访我们的太阳系吗? 他的造型也超级独特,长约400米,宽40米,形状就像是个扁平的烟囱,香肠或者雪茄。 在我们的太阳系里,这种形状的天体可是少见得很。 而且,它的速度快得惊人,最高时速能达到31万公里,这速度说明它肯定不是从我们太阳系里冒出来的。 起初,科学家们以为奥默默可能是一颗彗星,因为它有着彗星那些典型的标志,比如说偏心轨道,靠近太阳时速度会变快。 但是,仔细观察后发现,奥默默身上没有彗星常有的彗发和彗尾。 所以,科学家们现在基本上确定,奥默默不是彗星。 奥默默成了科学家研究的热点。 他的发现,对于我们理解太阳系外的天体提供了超级宝贵的信息。 虽然科学家们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关于奥默默的谜团还有很多。 它究竟是什么呢? 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状? 里面藏着什么秘密? 甚至还有人猜测,它会不会是外星文明的产物? 外星人是不是在监视我们? 或者,它其实是一艘外星飞船? 对于很多人来说,奥默默可能就只是一颗不太典型的彗星或小行星。 但是,有个超级牛的天体物理学家,哈佛大学的艾维露教授,他可不这么看。 露教授和他的团队长期研究外星人的迹象。 他们认为,奥默默既不是彗星也不是小行星, 而是一艘利用光帆推进的外星飞船或探测器。 当2017年末,奥默默首次被发现时, 它立刻成为了全球的焦点。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它可能来自遥远的星际空间。 现在,科学家们对这个天体可能对地球产生的影响感到担忧。 从理论上讲,奥默默可能是一艘外星飞船或探测器, 就像我们人类发射到外太空的探测器一样, 旨在收集宇宙和其他行星的数据。 不过,我们人类目前还没能力把探测器发送到太空, 然后再带回地球。 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在努力解决外星飞船 如何可能在星际空间航行的谜题, 以及我们如何在它们到达后可能拦截它们的信息。 如果外星文明真的想把探测器送到地球, 它们将面临巨大的距离和时间上的挑战。 比如说,如果它们从我们最近的银河邻居仙女座星际出发, 那探测器将面临一个长达250万光年的旅程。 外星人要想在它们的文明没崩溃之前把探测器送回地球, 就得找到比光速还快的旅行方式。 它们是否已经掌握了使用理论上的虫洞、 虚拟驱动技术, 或者我们还不知道的其他技术。 它们可能还需要通过发现新的物理定律来克服其他挑战。 即使它们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外星工程师们还必须设计出能够抵抗宇宙辐射和太空碎片的探测器, 创造出既坚硬又韧性好的新材料。 2017年秋天发现的奥默默, 这个小小的天体穿越了我们的内部太阳系, 接近太阳, 成为了我们已知的第一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客人, 这让它非常特别。 天文学家给它起名为伊亚奥默默, 依亚意味着它是我们太阳系中所发现的第一个星际物体。 多年来, 天文学家一直期待着像奥默默这样的星际访客的到来, 经过几十年的猜想和等待, 奥默默终于出现了。 当时, 担任NASA科学管理副主任的Thomas Sulin在2017年兴奋地说, 他们终于有了直接的证据, 证明这样的星际访客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 紧接着在2019年8月, 又发现了第二颗太阳系星际物体R-Borisov。 不过, 和奥默默不一样, Borisov长得更像我们平常见到的彗星, 有着漂亮的尾巴和围绕冰河的彗髓。 奥默默就像是宇宙中的另类, 它没有尾巴, 也没有彗髓, 这让它在星际访客中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 天文学家们早就预测会有星际物体的存在, 但奥默默的出现却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 这个小巧又奇异的家伙, 虽然看起来不像彗星, 但在它穿行宇宙时似乎会释放出气体。 最引人注目的猜想是, 它可能是由来自其他太阳系的清冰或淡冰升华, 直接从固体转化为气体而来。 而且, 星际物体可能是被气态巨行星的引力牵引, 或是大规模碰撞的结果。 这些碰撞力量大到足以将圆行星撕裂成碎片。 作为已知的首个星际访客, 奥默默为我们揭示了太阳系外的其他行星系统可能是什么样子。 而且, 它的形状也非常吸引人。 一开始, 天文学家们观察到, 这个物体的长度是其宽度的十倍, 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圆柱体。 不过, 最终他们调整了这个观点, 认为它更像是一个尖柄。 就像NASA新地平线探测器在2019年元旦略过的小行星Burkov, 奥默默默的形状也让人联想到了在海王星外科博带观察到的类似天体。 奥默默到底来自哪个恒星系统?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谜团。 2018年, 研究人员追踪了奥默默的原始路线, 发现在100万年前, 它曾接近过四颗恒星, 其中红矮星T3757是其最接近的一次。 所以, 奥默默可能是从那里来的, 或者它已经在太空中漂浮了很长时间。 太阳系的行星体, 小行星和彗星都围绕着太阳运行, 而奥默默的轨迹却是双曲线的。 这意味着它以极高的速度接近太阳, 但速度太快, 以至于只被太阳的引力稍微弯曲, 而没有被捕获成为太阳系的一部分。 2017年10月19日, 当夏威夷大学的天文学家Rob Warrick 在PenSTARS望远镜的观测中首次发现了奥默默时, 这位外星访客正以每秒16.36公里的速度 向我们的恒星系统飞行, 并且在接近地球时 它的速度被太阳的引力加速到了每秒54.2公里。 观察奥默默的机会非常短暂, 只持续了几周, 因为它体积小而且迅速远离地球。 哈勃太空望远镜成为了能够最长时间跟踪它的仪器, 通过合并致力的非常大望远镜 和南天双子座望远镜的数据, 我们得以一窥这个神秘访客的真面目。 如今,奥默默已经远离了我们, 就像一粒尘埃已经远远超出了海王星的轨道, 留给我们无尽的想象和猜测。 奥默默这个宇宙中的神秘访客, 现在正向着飞马坐前进, 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望远镜能观察到的范围。 它正快速穿越科博带, 那是太阳系边缘一圈冰冻的秘密基地。 大家可能在想, 它还会回到地球吗? 如果它是一个外星探测器, 怎么办? 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们只能猜测。 我们知道, 当奥默默从它的星际家园被喷射出来时, 可能是遇到了某个漂泊的气态巨行星的引力波。 在它被我们发现之前, 天文学家们一直以为像阿尔伯利索这样的星际物体应该是彗星, 有尾巴, 有彗髓。 长期以来, 他们甚至认为, 奥默默可能只是一颗不再活跃的彗星, 它的以彗发物可能在数十亿年的旅行中蒸发掉了。 然而, 当奥默默离开太阳时, 哈勃太空望远镜检测到了它的一些飞引力加速, 这在彗星中是常见的, 因为它们会通过排放水蒸汽和尘埃来获得额外的推动力。 但奥默默没有释放出水或任何其他常见的以挥发物质。 现在, 有两种流行的理论试图解释奥默默的真实身份。 一种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艾文杰克森和Steve Dash, 他们认为奥默默可能是一块氮冰块。 这个想法来自于新地平线探测器, 在斯普特尼克平原等地区发现的, 基本上是冰冻氮湖的观测结果。 如果奥默默释放了氮气, 这将为他提供额外的推动力, 因为这使得他的反照率高达0.64。 根据他们的计算, 奥默默的尺寸应该比最初预期的要小得多, 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苍白。 另一种理论来自康奈尔大学的 Barrell Seligman和伯克利大学的 Jennifer Berkner, 他们认为宇宙射线可能在奥默默在星际空间时 与表面的冰反应释放出一些水分子的氢, 形成了被困在无定型水冰中的氢气。 这个过程, 因为加热改变了冰的晶体结构, 给奥默默提供了表面推动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默默看起来没有尘埃尾巴。 哈佛大学的阿伟·勒布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理论, 他认为奥默默实际上是一艘由太阳能驱动的宇宙飞船, 这个外星客人的许多奇特特征都可以用人工起源来解释。 它的路线表明它不是来自我们这个星系的, 我们还不清楚奥默默的大小或形状, 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对这位访客进行详细的拍照。 天文学家必须依靠它的亮度和对小行星和彗星反射性的了解来估算它的大小。 由于没有看到围绕奥默默的绘髓或尾巴, 勒布不认为它是彗星的可能性。 此外,气体施放会改变奥默默的旋转周期, 这是容易识别的,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变化。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自然解释, 即表面运动可能是由于奥默默脱离其母体的冲击所致。 然而,阿伟·勒布指出, 奥默默已经表现出了反复的飞引力加速, 因此这种冲击效应不可能是永久的。 最新的分析表明, 如果奥默默的厚度只有0.3到0.9毫米, 那么观测到的飞引力运动可能是由太阳辐射压力引起的。 这就意味着, 奥默默可能真的是一种我们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宇宙飞行器。 奥默默这个细长的太空访客,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呢? 哈佛大学的阿伟·勒布教授给出了一个超酷的解释, 光帆技术, 就像是用光子的动能来推进的宇宙风帆。 这种技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东西? 但实际上, 它早在2010年就已经在轨道上得到了验证。 比如, 日本的Ecos探测器, 2011年就靠这技术到达了金星附近, NASA的NANWELL第二太空船和行星学会的光帆船也进行了相似的测试。 勒布教授算了一笔账, 根据他的计算, 如果奥默默是一艘光帆飞船, 他可能能够在宇宙中旅行很长时间, 甚至能从他的家园兴起出发行进一万六千光年。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直接从科幻小说里跳出来的情节。 不过, 虽然勒布教授觉得奥默默可能是外星飞船的可能性很高, 但他也没直接断言就是这样。 现在想想, 如果奥默默真的是一艘外星飞船, 或者就是一块太空垃圾, 又或者是来检查我们太阳系的先进探测器呢? 勒布教授提出了一些支持这个想法的论点。 比如说, 奥默默的发现本身就有点不寻常。 如果每颗恒星都像勒布教授之前计算的那样, 在其生命周期的一项宇宙中喷射那么多像奥默默这样的物体, 那我们的太阳系就不可能只有奥默默这一个访客。 那么, 我们怎么能更近距离地观察这样的太空访客呢? 虽然我们没法用常规的化学火箭追上奥默默, 但我们可以想象, 发送装备有光帆的小型机器人探测器去追踪它, 就像Breakthrough Starshot项目计划在未来几十年内做的那样。 即使我们最终没能捕捉到奥默默, 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访问中学习很多, 为未来类似的事件做好准备。 如果奥默默真的是外星探测器, 并且再次返回,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该开始考虑建造一个能够追逐他的太空船了? 为此, 人类可能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宇宙中暗能量的性质。 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太阳帆、 虫洞或其他高科技手段在太空中旅行。 虫洞听起来特别酷, 但它们似乎总是在有人试图通过之前就崩溃了, 并且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构建它们。 最后, 如果我们真的要在太空中追逐奥默默, 我们可能需要像弗里曼·戴森所建议的那样, 在小行星带的边缘建立一个发射台。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扭曲炮这样的设备, 在太空中就像在机场的移动传送带上滑动一样。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直接从科幻小说中来的, 但谁知道呢? 未来可能真的会发生。